最难熬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说 生存还是毁灭 就是留下还是回去 每天拿一个walkman 戴在耳朵上 就那个时候我认识的周华健 张雨生 那时候搞台明星正好起来的时候 未来不是梦也是他触动 现在有的时候我还会听 一听就想起 我在那个坐地铁 就听着 然后就想 留下还是回去 回去 可能我还能做演员 在这我做不了演员 继续学 学完五年 我毕业 我找不着工作 我可能也就演陌生人和外国人 我说那如果我放弃呢 就是开一个中国餐馆 还有就开旅游公司 那就是 可能某一天您到德国一落地 举小旗 别人风导演 我不是风导演 然后呢 要么就是还有一个 想留在德国 就是假结婚 你给他五万马克 八年 假结婚 我一个朋友在那个地方 他是结婚 拿到德国护照 然后我上学 弄了啤酒 来 祝贺你 他说祝贺啥 他说他妈的 他说 回国还得签证 我说 他说回国看我妈还得签证 要不是混了八年 我真不想要了 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刺激 所以就一直在犹豫 一直就这半年痛苦之极 你知道吗 就是真正下决心 让我离开的时候 是有一天 那个时候 我一个好朋友 现在还在德国 他也没事干 他就陪着我 天天在柏林街上溜 突然有一天 在走着走 我们从一个地下通道 上来的时候 我突然就恶心 就吐在 找了一个垃圾桶 就吐完了以后 他说你怎么了 你病了 我说没有 我说 我就开始用脏话 所谓的脏话 就我摔死德鲁 就他妈的德国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 来 拉开我跟德国的距离 就那一瞬间 突然觉得 哦 我可以走 而且是用强烈的 生理反应告诉你 对 然后一下就让我 通透了突然间 然后那一礼拜 就开始疯狂的告别 跟所有人告别 让我最难过的 其实是我的德国教授 和他的妈妈 因为当时他妈妈92了 然后我就跟 到他家 我就跟他说 我过两天要回中国 他就愣了 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说我还想当演员 他说你在这可以啊 他说你在这可 你不已经当演员了吗 我但是不是我想要的 我说我明天走 明天回国 几点几点的飞机 然后他说 哦 他说知道了 明天我有事 我 我 我送不了你 我就知道 他其实是 生气 生气 然后我俩人就没话 就坐那一桌 然后 我说妈 他说 嗯 我说 我说 我爱你 然后他 他说 就走了 然后我就到那个欧马 就说奶奶身边 我就坐在那看着他 然后他说 他说你要回国 我说回 他说你要回去干什么 我说要换护照 他说你还回来吗 我说我回来 然后他说 等你回来我再死 这一句话让我 特别难受 然后我就 我就 突然就坐那个 台阶那 就啊 就哭 哭哭 哭了 然后 就离开了 嗯 对了 离开了 嗯 回来之后 嗯 北京是你期待的感觉吗 不是 嗯 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整个的形式 就是大家都喜欢新的那种东西 喜欢新 而且那个时候干嘛 就是挣着钱了 当老板了 全民卡罗击 嗯 对 卡罗击是 不进剧场 不进剧场 所以那个时候剧场 很难 那时候仁义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嗯 没钱 也挣不着钱 都快死了 而且你回来的时候 正好是仁义等于是 新老交替 对 交替的时候 所以92年 演茶馆 我正好最后一场我在后台拿一个替取衫四处签字 然后那会儿就真正到了那个泄幕的时候 我就我是站在上场口的边上看着 然后于是他们泄幕 嗯 然后突然就是人家递上了横幅 嗯 然后突然有一个大学生就在底下喊 说于就是于于是之老师再见 我当时就呃就哭了 嗯 就是特傻的就哭了 就是怎么办 我们家长好像走了 对 泄幕了 突然就觉得家长 要不干了 然后就我仁义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就像一个小孩子突然成孤儿的感觉 就那种状态 嗯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恰恰的影视的这种蓬勃发展 嗯 养活了我们这些人 嗯 对 我们可以不在舞台上演 我们可以出去演 嗯 我当时那几年演那么多影视剧是什么感觉 那时候其实也不不太挣钱 嗯 那时候就是高兴 嗯 在剧组里管吃管喝管住 好玩 好玩 嗯 每天琢磨戏 每天一帮人就很开心的去 就是穷欢乐 我一直到了96年 我突然想回剧院 我说一下我要演话剧 嗯 因为老在外头飘着 有点野了 还想舞台 嗯 每次回到剧院看他们演话剧 还是痒痒 但是那时候剧院已经认为我不会演话剧 你就在外头飘着吧 嗯 但是我是自己要求 我就找到我们当时队长 我就说 我忘了老师 我想 我想回来演话剧 你还能演话剧吗 我说我想回来演 嗯 你能想回来演呢 就正好排一个话剧 然后任命院长倒的 你让他安排 安排让他跑龙套吧 演了三个龙套 一个农民工 一个技术员 一个那个城管 我演还有剧场效果 嗯 结果我们院长 当时刘景云院长看戏 然后这小子还会 演戏 赶紧用它 就九六年以后 我又回归剧院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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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你们那边收早了啊 好 收早了好几拍 下来排啊 好 持文断字的人多起来 天下就会变得文雅风流 不行 全是一个垫 这个 肖肖 肖肖 就是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演呐 就是不够有趣味 就是好像是在念词儿的感觉 就是缺少什么缺少思想 调门是一样高 不对的 来 我们接一个尾 接个尾 你这个说话还可颇为心 你是个可靠的人 我找的不是一天两天 肖肖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呢 你还是要抠他那个 就是特别厚头那一场戏 我觉得现在你知道他们缺什么吗 天下就会变得 就你发现就俊琦身上也有 他们身上也有 真听真看真感受 这两天磨他吧 你看我那果子 好 岳母来了 哎 岳母来了 一定要 你现在他不是你妈 他是岳飞他妈 你明白了吗 好 岳母来了 好一下 他节奏不对 差一点点儿那个 来来来来来来来 从好开始 那是宋朝宋朝 宋朝花了混蛋 哎哎哎哎 那是宋朝宋朝 身子也跟着使劲啊 那是宋朝宋朝 知道多有意思啊 宋朝宋朝你练去啊 就这么着吧 哎哎哎哎 你就成全成全你儿子吧 小赉 包括扎你那个就是 你一定是藤沙 就是他各种那种表情 你做夸张一点好不好 嗯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年轻演员台词的问题 不清楚啊 特别是到了后边一点的时候 打远不行 昨天其实下午 普哥就已经说了 说你们得跟演员说 年轻演员说往外送 你们要有送的意识 还有一点就是人物塑造 现在有些人丢了 说我这辈子就想演王丽发 你没那能耐对不起 你长得再像于是之也不是 老中青三代 我们不能到时候 最后观众一看说 老演真棒 年轻演员不行 麻烦了 今天有小瑕疵是吗 有有有有 不满意当然是有年轻人台词 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我每天提醒 但是他们每天都做不到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赖我们 我们是用人单位 我觉得我其实可能 你要关注我的话 你会发现近十年 我一直在吐槽中国的艺术教育 是 对 原因是因为我们 我们老师可能很注重基本功 但我们无法驾驭这些孩子 我觉得是老师的问题 就是你要让他练基本功 怎么让他练 你必须有办法 你像我在上海戏剧学院 当客座教授 在北京电影学院 当客座教授 在仁义的学院班 给他们教课 我不让他练成功 对不起 每天上午我带你练 这一上午是我陪着你练 就这 还有耍鸡贼的呢 发声 然后一过来 我一走 就这样了 但是我知道它没发声 所以我再回去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我知道你刚才没声音 对不起 你下次就不敢了 你想让他自觉 现在的孩子可能很难 因为太枯燥了 那对不起 我以神作则 我带你行不行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很多学生 还是扑不得已的学起来了 基本功好一些 年轻人看到普存心 看到你们这代会有 会有你们 害怕 我不能说敬畏 我只能说害怕 你比如说普存心老师 是带他们来的大师 突然碰见了 他会有一种 会有点忐忑 不安 然后绝大部分90后 见到我都是他们 童年的阴影 他们会觉得 我会不是伸手打他 你太有意思了 没有没有 因为确实是 给他们童年造成了阴影 你现在过了20年 怎么看安家和这个角色 因为他是你一个定义性的角色 对于你来说 但同时作为那个角色本身 有很多非议 对 这个非议甚至会直接到你自己身上 对 这种矛盾对你来说 你会不舒服吗 开始不舒服 开始愤怒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干嘛认为我是打老婆的人 对吧 然后我 白口莫辩 对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干嘛扎我车胎 对 南北不一样 在东北就会 叭拍你 背大老婆 我说 到了上海就是 这是那个坏人 大老婆的 大老婆的 他还让你听见 他还不敢说 当你一回头 两个人马上就 看 太生了 当我一回头看 就马上 然后再以后 你看这个样子 就是很难 他坏了 我会 好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观众 他不会把角色和演员本人分开 他永远是 带着一种情感 他恨你的时候 说明他爱这个角色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还是说 这是一个演员的幸福 那还有一个 对于我来说 到现在 我可以跟你说 我没有看过 我演的 不要很不容易说话 完整的看过 我只是看过片段 我也不愿意看 对 如果让我再演 我一定比这演的还好 但是呢 那就是一个记录 那个年龄 演到这 可能是正好 但是今天 我可能会觉得 有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可能还能再细腻一些 原来有些比较那样的气 我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 会更残酷 对 我们说一句 说一句 要是你用老险方式 说一个 我是老险 这真实结合了就是老中心三代 最年轻的演员入职 刚仅仅一个多月 老险 期待 欢迎你们 谢谢 是不是每次走上舞台 感觉还是 力量感 对 这个是心理作用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厚重 这个剧院这么多年 然后那么多前辈 艺术家伙 我觉得他们都在 你觉得 老舍也在 曹玉也在 于是之星也在 都在这 是吧 我们这戏里最后 有一段戏 从一个 他写书想象的时空 就是 他那个梦境里的那种假象 走到了他的落笔 从落笔走到了 现在跟当下对话的时候 那个空间就是 从假的空间 变成那个真的手足剧场 那比如说你参与导这部戏 你跟冯先生一起 你觉得对你来说 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最难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怎么能去 真的 真的描摹清那个时候的真意 我们跟老舍先生 隔着时 隔着戴 隔着室 但是我们想 把这些阻隔 都能在这个戏里 供容 包括这个剧 你说它背后是 作者多大的一个悲剧 没错 极喜的戏剧 然后 里面充斥了 无尽的欢笑 然后还有 给予出无耻的笑声 那样的一种悲戏剧 博老师说 他代替老舍发言的时候说 这个剧场我熟 我的戏在这首演 是知他们演的 现在年轻人还在演的 我自个都控制不住 我们现在就算传承嘛 所有的角色的都上 上上上上 好就这儿 好的 来 三二一 开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来到首歌巡场 演唱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您最后入座 如果需要帮助 请你场内服务人们联系 请您的支持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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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年 八一 这个五十年 得先从两个老太太讲起来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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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洗头 做王头 先洗头 做王头 后洗腰 一份儿 到鼻一份儿 到鼻一份儿 到鼻儿了 欢 欢 谁来报告我呀 有人说 文学是术 戏是家居 改了模样 还是那棵树上的木 这个剧场我熟了 我的戏在这儿演 是只他们演的 现在年轻人还在演 那不说了 谢木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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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历了 去年的十一月十八号 停演到今天 我们打开大幕 整整就四天 三年以来 我们从 关掉机场 到恢复到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到今天 是第一天 谢谢 我们迎来了百分之七百的观众 加油 加油 我希望 七十年以后的人力 除了集团 还有五 七百天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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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递给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刚不是放那个 这个地方 别坐 别坐 这 刚才他扔道了 就这一副了 那副还没配呢 赶紧配 辛苦 谢谢 哦 哈哈 哎呀 这跟几个裸体不行 哈哈哈哈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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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辛苦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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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喻还在 一会儿 找不了 爱你们 爱你们 欸 那这不是在这儿吗 找找 翻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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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难过 是吧 嗯 特别好 他那时候刚从德国回来没几年 三年 那种时代巨变给个人记忆带来 那种创伤或者改变也好 然后人怎么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种 这种巨创 我觉得现在大家现在有深深的疲倦 连大时代都不愿意谈论了 都也不知道 但现在我们都进入一种动物本能式的状态 所以不同的时代 不同人的经历对我们每个人是多么重要 他会激发起你打开你那个被闭塞的很多东西 可是那个打开会不会只是短暂的 不是那那问题是你他都是短暂的 他那个不断的短暂就会构成一些微小影响 你不能只指望说一个突然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那如果一个人总是在记忆里 这个人那你也会崩溃 那记忆会把你压垮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他一直活在记忆里 那记忆就把你彻底压垮了 这楼应该是当时的旧楼吧 这个是浪楼 对 仁义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院子 当时曹宇先生做传达室是哪个传达室 是这个吗 传达室在这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我告诉你在这就跟这个墙骑着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把曹先生弄到这来了 对 原来看半方老师回忆的他父母的 还很感人看着 对对对 当时北京人我们来的时候这还有墙 跟这个一模一样 然后就跟这个跟这个 跟这一样 它是一个展示的专栏 那个全是剧照 特别好看 这个是我们晚上有时候经常演完处以后 就到这儿来吃饭 涮羊肉 很地道 这感觉就跟人一搭上 你看演完戏在这儿吃个东西 我们就到这儿 灯草胡同 哇 这么舒服 还有鸟叫声 这特别像我们那整红旗的房顶的那种感觉 没落贵族 对对对 这真舒服 对啊 如果再暖和点就完美了 就更好了 对 对啊 哎呀 好久没有在这儿坐着舒服了 好久没有 每天上班 但是你是个很适应紧张节奏的人吧 练出来了 对练出来了 就是其实因为可能是 一个是部队出身 当运动员那时候 也是要求的那种比较严格 然后去德国 我觉得就是自律 这个全都连上了 感觉这种 对时间上就卡得特别死 你在军队大人长大 然后你父母对你什么影响 就那个环境是怎么样 那个环境就是属于那种 大人之间都是同志了 战友了 孩子之间其实挺有等级观点的 我爸爸团长 我爸爸师长 我爸爸军长 对 但是我还好 因为我们家各四个 我这方面概念比较小 七岁 刚过生日 随父母去农村了 在干校待了将近六年 然后我们当时 五七小学是六个年级 在一个教室上课 我从小就能听六年级的课 所以你一开始 就在一个错乱时空里成长起来 就错乱 是吧 对 后来等于 包括你对这种时代的变化 比如说要恢复高考了 这种时代气氛的变化 你当时小时候敏感 不敏感 我觉得就顺着来 因为那个时候 正好那会儿跳伞 那会儿是痴迷跳伞 所以那会儿就是说什么都不想 我这辈子就当跳伞运动员 我就一定要当跳伞运动员 为什么跳伞让人这么着迷呢 其实我是排斥的 开始跳伞有什么意思 就是一落地那一瞬间 就那一瞬间 我就喜欢上了 那个四年对我来说 是解放天性 它是一种激发你身上腺素 让你兴奋起来 增加你的冒险精神 所以我觉得它 其实我后来对于不惧怕 走出去到哪儿 我没有害怕的感觉 没有一种 有慌的那种感觉 其实跟这段经历 特别有关系 对 因为它改变了你对世界的感觉 真是跳伞 能够塑造你的性格 对 因为它是勇敢者的运动 每天都是未知 你比方说 我们在空中 我能够通过我的脸 我能知道风力是多少 我能知道风向是多少 今天风力多少 这感觉不到 我现在已经多少年不感觉了 对 跳伞完了以后 没工作 最后去拉锁厂 碰见一帮文艺青年 就把我带着说 你跟我们去玩去吧 我就交了点钱就玩 所以你的命运挺挺妙的 总是叫局部震荡 对 大清王朝的残增莫庙 这部小说是我生前没有完成的小说 故事酝酿了几十年了 到一九六一年 我又拿起了笔 这些被遗忘了的 被边缘的 被抛弃的 是历史 你怎么看残酷呢 残酷对你在戏中也好 或人生中面对这些残酷到底 残酷能使人成长 残酷你要消极的对待 你会觉得命运不公 你会觉得社会黑暗 我从来没觉得我艰难 我觉得我接受 继续努力吧 你比方说生存还是毁灭我那段阶段的时候 现在想想也挺残酷的 我退一步不就海不阔天空了吗 我在德国我也能挣的是马克呀 那我可能永远有一个残酷 就是我当不了演员了 在我内心当中 当电影学院说你的长得不好的时候 后来有的老师就跟我说 冯远征你怎么那么傻呢